现在我来介绍的是凹性 我们为什么要介绍凹性呢 是因为假设一个增函数或者是减函数 增函数其实它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增长得比较快的 另外一种是增长得比较慢的 像这种两种的话呢 都是增函数 可是形状却完全不一样 那么我们来介绍凹性的话呢 这个这部分的地方的话呢 它的理论的部分可以协助我们去寻找相对极大 相对极小的一些判断 那么我们来介绍上凹 所谓上凹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话呢是一个开口向上 就像一个碗一样的 那么它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呢 上凹的情况的话呢 这个图形的话呢 这边切线是负的 切线斜率是负的 它没有那么负了 再过来的话呢 它切线斜率 接近平的 他们的话呢 到这边呢 切线斜率水平线 它的切线斜率变正的 越来越正越大了 所以这样子的上凹的状况 我们的切线斜率是怎么状况呢 原来是负的 原来是负的 现在就变成正的 由负转正 由负 然后转到哪里呢 转到正 所以的话呢 它由负转到正 那么切线斜率 各位同学来我们来判断一下 它的切线斜率 由负转正 由 由亏转到盈 那么我们的话呢 就知道它是一个增函数 还是减函数 它是一个增函数 它是一个增函数 那么各位同学 你们知道了 如果说F'X就是切线斜率 它是增函数 那么它的为分 切线斜率 它是增函数 那它的为分就是 Double Prime 那么会怎么样呢 它是大于零的 也就是说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种上凹的情况 两次为分为正 叫做上凹 如果各位同学听不太懂的话呢 我们再介绍一遍 我们介绍下凹 来我们看看下凹 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它们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这么做看了 这边切线斜率 正 没有正那么多 水平线 负 负的更大 由正到零到负 它是由正转到负 那么各位同学 你们应该知道 由正转负 原来有的变成没有的 那么它是一个减函数 它是一个减函数 减函数 切线斜率是减函数 切线斜率是F'X 它是减函数 那它的为分 当然是F'X 它指的是它的斜率 它是减函数 它的导函数 如何呢 减函数是为分小于零 那各位同学就知道了 现在的话呢 我们做一个结论 上凹跟下凹 只要是上凹的话呢 怎么样 两次为分 为正 就对了 两次为分为正 代表的是上凹 下凹的话呢 是 开口向下的 两次为分 为负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记下来的部分 上凹 两次为分为正 下凹 两次为分为负 我现在来介绍一个凹性的例题 这个题目 F'X的话呢 等于X的三次方减掉 三X的二次方 它问 在哪里上凹 哪里下凹 那么我们要知道 如果同学的话呢 想要知道 在哪里上凹 在哪里下凹的 做法的话呢 要看的是二次的为分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直接先为分 来 为分 为分的话呢 三X的二次方 减掉六X 这是一阶导数 也就是一次为分 那么我们要看凹性的话呢 要看的是两次 我们发现的话呢 为分 再为分一次 会变成了六X 减六 我们六提出来 各位同学看 这边是减一 好 现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X等于一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们特别要记得 X等于一 我们有一个专用的名词 叫做 让微分变零的 我们称为零介值 让微分两次会变零的 我们称为 二阶零介值 这是二阶零介值 那么二阶零介值 是可能会发生 反曲点的位置 那么我们的话呢 后面再说 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看看上凹还下凹 那我们就要开始要做表 来我们看看表 这个表的话呢 我们格子一画出来以后 我们后面就简单了 这个地方是写X 因为我们看的是上凹跟下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看的是二阶的导数 这个的地方是状况 我们的话呢 写F of X就可以了 好 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呢 会让它变零的数字 唯一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二阶零介值是多少呢 是1 1 好 我们现在来看 1的上面 也就是比1还大 二次为分会怎么样呢 如果X比1还大 那当然就会变成正的 这边是写正 如果比1还小呢 不够减 那就是负的 这个地方 跟我们的一阶导数判别法不一样 这边不是增减 这边是所谓的上凹跟下凹 这个两次为分为正 上凹 两次为分为负 下凹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就记得了 负 这个下凹 这个正是上凹 好 那我们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要知道这一部分的话呢 要怎么样的图形的看法 我们把图形 来我们来看看图形 画出来给同学看 当X等于1的时候 这个点 它不是高点 也不是低点 它的话呢 是一个凹性的一个转折点 它的左边是一个下凹的状况 它的右边是一个上凹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话要写答案怎么写呢 我们写 在哪里上凹呢 我们一样用区间的方式来写法 上凹的部分是在1以上 所以我们这边写的是1到无限大 下凹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答案怎么写呢 下凹 我们的部分的话呢 是在左边 所以的话呢 是由负无限大到1 那么我们的话呢 就介绍了一个凹性的一个简单立体 我们下凹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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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凹性